各位同学好,这一节我们要介绍多变数函数的偏维分 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单变数函数的维分是什么意思 给定一个函数F of x 那F在x这一点的维分,也就是F' x 意思就是在x这一点跟它旁边x加h这一点的函数值相差多少 再除以自变数的差 然后对这个h趋于0取极限 简单说,维分就是差伤的极限 从图形上来看 就是在图形上的这个切线斜率 意思就是F对自变数x的变化率 也可以说是x对函数值的影响 那如果是多变数的函数呢 如果现在F有两个自变数x跟y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判断x对f的影响是多少 y对f的影响又是多少呢 当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如果有很多变因 那我们一次只能够有一个操纵变因 其他的变因都要固定 也就是射程控制变因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要看自变数x对函数f的影响 我们就可以先固定自变数y等于某一个常数 比如说固定y等于b y等于b就相当于是这个紫色的平面 相当于是从y等于b这条线切下去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函数f的图形 就相当于是只沿着x方向变动的一条函数曲线 也就是z等于fxb 现在这个y等于b是固定 只有x会变动 所以我们就可以应用单变数函数的微分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看这一点 a点 在这个函数fxb上面的切线斜率 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看过去 从左到右就是x轴 那这个函数z等于fxb 就是可以看成是一个单变数的函数 那根据单变数函数的微分 我们也可以类似的算出 在这一条曲线上的这个切线斜率 也就是在x这一点 跟x加h这一点的插伤 然后取极限 那我们注意到这边跟单变数的情形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里其实是多变数的函数 只是其他的变数 比如说像是这个y 我们就先固定不动 只看自变数x方向上的变动 所以这边是x加h 跟x两点之间的函数值相减 我们就用partialf partialx来表示 代表f对x的偏微分 注意因为其实现在f是有很多个字变数的函数 那我们只看f对x方向上的这个变化率 所以就称为对x的偏微分 那符号上就是用这个partial来代表 类似的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函数f对y方向上的这个变化率 这时候我们把y设成是操纵变因 那x就是控制变因 所以我们控制固定x等于某一个常数 比如说x等于a 那x等于a就相当于是一个垂直的切割平面 把这个f的函数区面切下去 我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交集是一条一维的函数区线 也就是z等于f a y 这时候x等于a是固定的 只有y这个变数在变动 我们现在在这个z等于f a y的函数区线上来看它的这个切线的斜率 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像是一个单变数函数的例子 现在从左到右是质变数y的变动 那我们要求这个z等于f a y上面的这个切线斜率 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应用单变数函数的微分 只是现在x变数是固定不动 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个控制变因 那操纵变因是y变数 所以我们看这个y方向的y加h跟y这两点之间的函数值相减 然后取这个x变的极限 就称作是f对质变数y的偏为分 也就是要看这个函数f对这个操纵变因y的变化率 符号上面我们就写成partial f partial y 比如说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f xy等于3x平方加x三方乘以y 再加4倍的y平方 那我们要求f对x的偏为分 还有f对y的偏为分 以及f对x的偏为分取值在10这一点 还有f对y的偏为分取值在2-1这一点 那我们先来算f对x的偏为分 也就是partial f partial x 秘诀就是暂时把y当成常数 因为我们现在对x求偏为分 意思就是把x当成超重变因 那其他的质变数 像是y就当成控制变因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个f里面x的部分来为分就可以了 y的部分暂时就先当成常数 所以这边对x的平方为分 就得到2x再乘以3就是6x 那这边x三次方的微分就是3x平方 然后乘上这边的y是暂时当成常数 那后面这里的4y平方 因为y现在暂时当成常数 所以对x偏为的话 这个部分就等于0 那我们最后再把10带进去 x带1 y带0 就得到6 所以在10这一点 f对x的变化率就是6 接下来我们求f对y的偏为分 秘诀就是暂时把x当成常数 所以现在在这个f里面 我们就针对y的部分来做微分 x的部分就暂时当成常数 所以这边对y偏为就得到1 再乘上x三次方 那就是x三次方 那后面这一项y平方 对y偏为就是得到2y 再乘上4 就得到8y 所以x三次方加8y 就是这个函数f对y的偏为分 那最后我们再把这个2-1带进去 x带2 y带负1就得到8加上8乘以负1 也就是等于0 所以在2-1这一点 函数f对质变数y的偏为分 就是0 因为我们知道偏为分其实跟单变数的微分都是取插伤的极限 所以偏为分的乘法规则除法规则 自然也都跟单变数函数的微分规则是类似的 比如说 两个函数相乘的微分 一样是前面微分乘上后面不动 再加上前面不动微分后面 不管是对x的偏为还是对y的偏为都是类似的规则 那除法的微分规则也是一样 就是分母的平方 分支先为分子乘上分母不动 再减掉分子不动为分母 不管是对x的偏为还是对y的偏为 也都是同样类似的规则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例子 fxy等于 exponentialxy再加上y分之x 求f对x还有对y的偏为 首先我们来求f对x的偏为 记得暂时先把y当成常数 所以我们这边指数函数的部分 微分就是他自己exponentialxy 然后根据连锁率 这里面x乘上y对x偏为 那就剩下y 所以乘在前面这边 再加上y分之x 对x偏为 那就是y分之1 接下来我们求f对y的偏为 记得暂时先把x当成常数 所以这时候我们exponential的部分 微分是他自己 然后根据连锁率 x乘上y对y偏为 那就得到x 所以x乘在前面 再加上y分之x 对这个分母y偏为 所以得到减y平方分之x 以上就是偏为分的介绍 对于更多自变数的函数 要求他的偏为分也是类似的做法 再加上y分之x